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只是觉得长翼有些熟悉 随后的纪云和恢复了记忆 长翼知道了七年前的真相 非常后悔曾经囚禁纪云和 之后两人联手冲破束缚顺利在一起 剧中的顺德仙机也将走向毁灭 曾经几万千宠案于一身的他 为了取悦一个把自己当作替身的渣男 被欺骗被毁容 黑化修炼邪功 最终被纪云和长翼联手消灭 第一季算是B2 第二季是H 不过改名字的话 很多观众可能意识不到 这是与君初相识的第二季 还是希望剧方能够好好宣传 第一季的质量很不错 很多观众肯定会期待第二季的 不要让他们找不到地方 不管怎样的 继云和和长翼 终于还是得到一个幸福的结局 虽然剧情有些虐 但虐的不是星 两人始终爱着对方 也没有什么男二女二的插手 只是两人之间隔制的东西太多 期待第二季恰似固人归 希望能够保持住现在的质量 也希望第一季更新坏一点 实在是不够看啊 与君初相识 口碑一直上升 这部剧情曲折好看 男女主演技演知在线 而且全员有血有肉 配角不是只为主角服务的工具人 他们也有自己的魅力和精彩 与君初相识确实好看 主要是剧情给力 整个剧情符合逻辑 符合人物性格和当时的环境 剧情紧凑 一波接一波 反转再反转 令人好奇并且期待后续 任家论演绎的男主 常译后期被很多人认为是黑话 其实是他在努力成长强大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可以把寄云和带回身边保护 男女主呢 颜值很大 而且演技舒服 自然的让人不知不觉中 喜欢上了男主 而且剧中的裸妆呢 蝴蝶庄都显出了剧组的用心特效 确实超出了预期 之前很多黑特效的话 在正片一出都释然了 这特效多好呀 很多网友表示呢 好喜欢金云和这个人设 迪丽热巴演绎到位 把他温柔且强大 善良有主见 又美又撒又养眼 而任家呢 一如既往的 颜值演技君再现 他们共同演绎了一段 玉灵师与娇人之间的美好情感 这部剧呢 只要是虐的情节比较多 身处寒霜中的纪云和 他和万花鼓都受制于仙师府 纪云和和常义 之间情松暗生 他们之间有相互为对方着想 还有同有人间的美好 而常义对云和的爱慕和赤诚 足以让所有人感动 观剧的女生们都很羡慕云和 希望自己也有呆萌的大尾巴 于这样美好的恋人 然而随着剧情的推进 仙师府对于云和和常义的步步紧逼 让云和不得不把他对常义的感情隐藏 甚至不惜说出了很多绝情的话 就是为了让常义离开 还因为他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 自己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罪名 既可以帮助常义逃跑 也不会千连万花鼓 而且呢 金云和还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九尾狐 他以为只有不到一个月寿命了 所以才会选择对常义绝情 让他彻底忘了自己 但金云和后来在仙师府 知道自己不会死了 他得多痛苦 早知道不会死就和常义一块讨了 不会对常义说那么多绝情的话 有个网友啊很可爱 留言说 在雨军初乡时有四天不更新 还好他早有准备 之前啊每天更新两集的时候 他都克制住了 每天只看一集 就是为在这断更的四天 能够不停的看下去 不得不说啊 谁真的佩服啊 自律的人高大上 有没有说 任嘉伦的异地泪 让我哭得眼睛肿 这样的演员太可怕 共济能力太强 这两天啊 只能看着重刷续命了 了不起 6 3 5 6 感谢观看